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华龙洞这个地点是因为当地农民在生产活动当中发现了动物化石 然后2006年我们派专家到现场去考察 除了人类化石以外除了人类制作的十字品工具 这个就是华龙洞6号刚出锁的样子大家看这是个模型 刚出锁的时候我们没有编出来 我们找到了一共有19块碎片 然后在这19块碎片我们经过一个拼结 拼结以后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头骨 大家看这是它的头骨 这是个面膜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脑 我们复杂中它的脑 它的脑量大概在1150毫升左右 1150毫升 我们现代人的平均的脑量是1300毫升 这是一个在30万年左右的时候 一个从古老性的人类向现代人类转化的类型 它既呈现一些相对比较原始的特长 也呈现了一些相对进步的特长 我们丰富了对东亚大陆人类演化的真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